比赛进行到一半 猴鹰选手突然倒地抽搐 中国羽球小将张智杰不幸克死异乡 目前当地医院方面尚未明确病因 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发布公告 对张智杰的不幸离世深表悲痛 年近十七岁的张智杰是中国羽球新星 二零二年获得中国U15男单冠军 二零二三年在中国青年羽球锦标赛中夺冠 今年则拿下荷兰青年国际赛 男单冠军等好成绩 这次代表中国到印尼参加 2024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张智杰在对阵日本选手时突然倒下 第一时间却没有人上前就志 许多网友把这起事件 跟二零二一年欧国杯赛场上 丹麦中场球员Eriksson心脏奏停做对比 当时队友跟医疗人员立刻围住Eriksson 抢救 反观张智杰一个人无助的趴在场上 大约四十秒过去医护人员才 深深来迟 大批网友质疑 救援太迟钝措施黄金抢救时间 亚洲雨协跟印尼雨协事后发表声明 张智杰送医后抢救无效 在当地时间六月三十号晚间 十一点二十分离世 张智杰的姐姐则在微博崩溃发文 想不到在自己生日当天 看到直播画面中弟弟倒下的身影 无法接受 希望有人能给个交代 年纪轻轻 张智杰精彩职业生涯 才刚要开始 却疑似因为延误治疗 替摊明日之星 在异乡陨落 令人不声唏嘘 下里新闻 六阵玉报导